詞曲 李宗盛 建議啊 建議倒沒有 但是我們是談文化 是從文化來談問題 那麼大家所擔心的是 很擔心我們台灣被美國慫恿 以至於被現在的執政者 帶到戰爭之中 或許到戰爭中可能有 有些可能吧 因為這裡頭有好幾方面的因素 如果大陸穩不住 他說不定先動手 如果執政者蔡英文這邊 因為恐懼 或者是美國挑動得太厲害 他忍不住他先動手 那或許美國自己忍不住 所以他們本身來說 就是看誰忍得住 如果忍得住 大概這個戰爭目前 不至於快速發生 我們如果就大陸方面 我們看他們現在好像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他們希望恢復到今年以至於明年 他們一下子打開 讓大家就在病毒的侵害中不再清零 那麼快速打開 就是為了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 因為確實經濟問題在清零的底下 有了傷害 習近平在去年要保五 可是到了去年的年底 在沒有打開之前 它是下降到2GDP吧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很多人很擔心 那現在它打開了 打開了以後呢 雖然大家在生病 很多人生病 可是目前來看 大陸似乎在打開前 已經做了精算 所以目前很多的省份 就像江蘇 就像河南 像廣東 好多地方 有的是從整個省來算 有的是從地方的各自的縣市 自己完全清零 像江蘇 所謂的完全清零什麼意思 不再由政府負擔 由省政府市政府 建立起各地方 有簡易的醫療站 刷鼻子站 我不曉得那 我不曉得那怎麼叫什麼東西 快篩 刷鼻子站 還有量體溫 或者還有打疫苗 或者吃藥 快速 所以整個江蘇是清零 即使有 也快速就能就醫 河南也是 至少河南有好多的城市 做到這一點 我們都認為河南是一個糊塗地方 結果他們目前也達成 而且他們用中醫 西醫接受中醫的疗法 快速達成 這種 這個治療的效果 那麼廣東中南山 他們在醫療系統 跟還有跟其他幾個單位 徹底演算 這個病 這個病毒 不會擴大 不會擴大 那當然 有人身體不好 會去世 可是他們 據說精算出來 所以大膽 開放 那有沒有把現在所說的 最可怕的病毒 就是美國最新放出來的毒 因為美國國家先有 現在又到了日本了 又到了 日本一下子 一天死掉四百多人 四百二十六個人前天 叫做什么 BB加五 加一加五 美國還取了一個可怕的名字 他們傳說中 還是什麼樣的 海裡面的可怕的角龍的名字 那麼上海發現伊犁 那麼目前怎麼樣 還沒有消息出來 不知道 但是可 可確定的 在美國 這是最新的一個可怕的毒 那麼現在連歐洲 即使歐洲 也都認定 這是美國放毒 在整個 這一次COVID-19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 法國的 最近拍了一個紀錄片 叫做 Hold Up Hold Hold Up 紀錄片 是法國的 醫學界 的一些代表 集體 共同 去研究 去做各種調查 等等等等 然後確定 美國人放了這一次的毒 COVID-19 他們向 美國控訴 美國政府 他們認為這一次的毒 是央薩族群 央薩大家知道吧 央薩族群 Yanglo-Sakshin 美國的央薩族群 包括英國 以及 整個歐洲 以至於到美國的 猶太 寡頭 跨國際 財團們 共同的合作 裡面有 比爾蓋茲 有福奇 有這些人 因為他們全都主張 地球 人太多了 要減少20% 因為我不太懂 不是不太懂 我不懂法文 所以聽得哩哩啦啦 然後 也有人打中文 中文不全 所以你們去找來看 在法國留學的 學生 也游了一點片段給我 那麼在法國的政府 是全力打壓 本來不准放眼 整個歐洲不准放眼 美國不准放眼 可是他們這一群 醫學界的 就找到了 法國的一家小戲院 放眼 然後讓法國 老百姓 震動 然後全體起來 要求 放映 所以現在法國是 放映 不放映 分成兩大派 那麼 不知道 但是我們推想 大陸 現有的作為 我們從戰略的眼光來看 他面對美國 面對央煞 面對猶太大財團們 或者是泛白人主義 至上者 的全力打壓 他們逐漸覺醒 因為在大陸 還有一半的人 特別是知識分子 是青梅的 到現在 到現在 那麼一半 是左派 青梅的是右派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們現在逐漸 開始意識到 美國可不是 玩 假的 是玩真的 整個白人 本身是玩真的 他們恐懼 黃種人 亞洲人 的崛起 我包含亞洲 包含東南亞 因為現在全世界經濟最好的 莫過於亞洲 包括東南亞在內 所以東南亞有那麼強烈的底氣 當拜登找他們去 或者布林肯去 或者拜登親自去 希望他們 拉攏他們 印尼的 左克菲吧 還有誰 還有那個 Jampside的 什麼 鴻燊 還有新加坡的 直接告訴他們 我們不參與你們 我們現在好得不得了 我們的整個經濟起飛 整個經濟在發展 我們逐步擺脫 你們對我們殖民時代的困窮 和打散我們政治的連接 中國大陸沒有侵略過我們 就因為他們 所以帶著我們 整個走上 我們從來沒有過的路 所以我們不參與 大國鬥爭 我們不要戰爭 那麼 整個的世界的一些經濟 比較公正的經濟論壇吧 基本上 都認為 今年明年 整個西方的經濟會摔 這也是事實 美國自身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 美金回流的 美元回流的問題 他們的美債太高了 那麼 就像高盛 在2008年 他們這樣子垮台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裁員 一個裁員的都沒有 他們今年至少第一次 第一批 要裁4000人 那其他的很多要裁的 你們都可以看到新聞上有的社會會登出來 所以他們都 歐洲已經被 被美國揉垮了 揉垮了 美國甚至於鼓勵歐洲的企業到美國去 他還給獎金 我可以給你補助 你到我們 所以歐洲好幾個國家提出抗議 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德國 法國 包括荷蘭 比利時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們的經濟沒有辦法起來 而都認為龍頭可能 在亞洲 亞洲的龍頭就在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基本上 也為了自救 快速開放 在計算完了以後 快速開放 那麼在那個關鍵時刻 因為沒有辦法再去做完整的思考 因為接下來你們看到村域已經就開展了 那麼大家回到家裡 害怕疫病都不出門 反而就解決了一些社會負擔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們第一大概先要解決自身的穩定跟經濟的發展 不會輕易被挑動 第二習近平 大概要處理許多親美分子 像這一次 把那個李克強 讓他到第二線 他是親美分子 還有好多親美分子 他們要處理 讓他們都到第二線 不要再到第一線 現在到第一線的大概都是戰狼 就是不一定要打仗 可是你對我 你這樣對我 我就這樣對你 我跟你爭鋒相對 我發覺只有跟你爭鋒相對 我才活得下去 而也只有爭鋒相對 美國才會退後一步 那麼這個處理 他不會輕易啟動任何的動盪 第三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元旦的時候所提 兩家一家親 他希望 不再用以前融落的手段 但是直接讓你看到 你不走上中國人共贏的路 那麼你們台灣自身會怎麼樣 就由你們台灣自己去做決定吧 所以在這些三點上來看 他大概不會啟動 美國很焦慮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美國大概也不容易真的啟動 因為我們看到他把 他已經把第一島鏈 他基本上已經 希拉蕊最近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就是如果這成為一個美國的國家政策 不是壞政策 是可以考慮的 大家也都同意 在美國 就是要求中國大陸放棄美債 大家不要再跑了 跑手美債 把台灣還回去 他說這不是一個壞的策略 在美國很多的智庫 很多的會議 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這也是你們可以看新聞的 我都是看新聞 那麼他自己第二步 除了要我們買那個要不地雷 還要我們買買那個當兵武器 然後要打相仗 讓希望我們成為烏克蘭那樣的去打 可是他已經撤到關島了 他已經走向第二島鏈去了 換句話說 他不只要讓台灣成為一個 第一個像烏克蘭的戰場 他還要琉球 第三他還要日本 所以日本現在開始有反彈 他就到關島直接就到澳洲 那麼這也可見 他不清起戰盾 那至於我們 蔡英文能不能夠鼓動起台灣呢 我是站在文化的立場 我們有深層的尊身的文化 我們老說 對生命的尊重 對生命的愛惜 從三千年前就這樣 所以直政黨放出風聲說要女生也都當兵 范雅雲有沒有 台大的老師教授跑出來說 女生亦不容是要當兵 結果最近呢 不當了 這個議案根本沒有在列 為什麼 不但集不起任何的火花 反而让老百姓完全厌恶 你这个指振者 这是台湾特有的一个尊身的文化 所以记者在继续访问年轻 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 延长一年 很多人耽误他们自己的 说这是耽误他们的前程 所以真的会不会去打相仗 我想不容易 在台湾让台湾成为刺猬也好 成为乌克兰第二 大概不容易 所以我基本上是从这三个部分 至少这半年内 或者一年内 所以还值得我们再看 还值得我们再看 所以在今天一定要知道自身的文化 我们可以从文化中来判断 当我看到法国的那个新闻纪录片 hold up 我很高兴 当然一方面大白于世 这个事情 连欧洲都这么看 都这么说 不再只是德国某些人这么说 比利时荷兰某些医学界这么说 那俄国是说的更多 因为他打乌克兰 在乌东 直接搜出美国的26个 具有这个病毒的 资料跟证明 然后提到联合国 联合国不理 联合国卫生署 那个谭德塞不理 然后美国也不理 不管 可是我想上我们这一堂课的 在COVID-19一出来我就说 这是西方要打文化战 所以我们从文化的立场 我们都可以看到 人们在没有真的高度的反省力 然后做自我调整的时候 他们困守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底下 今天他们觉得被威胁 然后他们要消灭 那个后新闻 那个法国电影的 其中就直接说 他们是要涂灭亚洲人 涂灭人类 涂灭亚洲 特别他们研究白肺病 是亚洲人的中年男人 特别容易得到 这个药是这么自作的 所以在这个时代中 我们讲传统中国的东西 大概未来能救赎这个世界的 就是传统中国的思想 因为只有传统中国的思想 认为大家一起活着 是一个人类的幸福 如果你觉得这么多的人 造成了地球的负担 你就千万不要再发展科学了 以现有的科学 人类已经可以很幸福了 可是你看欧巴马 克林顿 比尔盖茨 他们都这么说 中国要少吃一点 现在中国富裕了 可是中国因此 中国吃鱼吃太多了 因此造成海洋的枯竭 中国人少吃点牛肉 就不用养那么多牛 牛放屁就减少 就不会污染太空 中国人吃牛肉 我想吃到现在 虽然这个不能当作真正的证据 你们在做的 吃猪肉多吃牛肉多 猪肉猪肉 虽然猪肉不要多了 大陆也一样 至少这个大陆有 江南 整个江南不吃牛的 跟我们台湾一样 是不吃牛的 他们的牛肉也确实贵 他们就是北方人 回教徒吃牛肉 对北方人只吃羊肉为主 牛肉吃的不多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西方人本身 至少代表欧巴马 代表希拉蕊 代表克林顿 然后代表这些 他们觉得你黄总人 是下界民族 你吃那么多肉干什么 这很简单 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个话语背后 千万不要认为 哎哟 欣老师好烂 他排外 他讨厌白总人 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他们所有的语言中 都带着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站在文化的立场 服应强者 佩服英雄 推崇成功者 弱者 你就是动物 你没有资格享有人 要享有的 你去看尼采的书 尼采的书 尼采之所以写他后来的 查拉图斯特拉 就是建立新贵族 那尼采之何以写这个 就读了那个 达文进化论 然后确定 优胜劣败 所以今天 至少课堂上的朋友们 至少得有一点点的警觉 或者警醒 在西方人的那种绝对主义下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超越到 让他们服气 我们永远是狭贱 今天拜登又签署了 给 最大的一笔 是目前以来最大的一笔 给乌克兰 30亿美金 支持他 打到死 坏 非要打款 恶国不可 为什么 恶国是杂种 它有凶荣人的血 它有那个蒙古人血统 这是我一再提醒你们 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 不用看前面 你去看后面 看到后来亚尔大明月的签署 年轻的罗斯福总统 纪录尼尔 纪尼尔罗斯福 不是他的那个祖父 丘吉尔跟斯大林 谈好了 整个未来世界的 划分 把中国出卖掉了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认为这个世界未来就是他们的 然后走出会议室 然后斯大林要求能够进一步 跟欧洲合作 结果等到斯大林走了以后 丘吉尔怎么说 丘吉尔当众 那个新闻纪录片里 除非你们说新闻纪录片 是苏勒去假设的 或者是中国制造的 那是美国人拍的 丘吉尔说 那个舰种 没有资格跨越 一步进入欧洲 我们绝对不让他进去 就在电影上 不仅如此 希特勒的部队 打到莫斯科 之所以那么顺利进去 除了红军不抵之外 原有的白军 就是沙皇时代的军队 及各地方的军队 他们反共产主义 然后集结 反斯大林 集结 帮着希特勒打进去 他们希望借着希特勒的进去 他们可以打掉 斯大林的红军 结果打赢了到了莫斯科 纳粹的将军总司令 问白军首领 怎么样可以一举消灭红军 然后让整个斯大林 跟共产主义消灭 在俄国 那白军的首领说 你只要扶植我们 帮我们选出政府 然后由这个政府来号召 所有各地方反红军的 那就天下敌定 总司令说 好 统帅 那个德国统帅说 好 然后当白军的 领导人出去 他说这群杂种 贱民 天生的贱民 怎么可能有资格成立政府 然后打电话给希特勒 希特勒说 你说的正好 我同意 就要全面消灭 所以他们就开始屠杀 白军 那么白军就再起来帮红军 把他们赶出去 只是这一批是人类的悲剧 这一批将近 二十万人 后来被斯大林全面吐杀 完全消灭 所以苏格如果不能真正的觉醒 包括 普丁这么个打法 当然有他的战略上 也有他的拉垮 之处 以及他们的司令员 本身 疏忽和骄傲 所以打到现在 可是很重要 普京始终留一手 就是希望跟 欧洲谈判 跟美国谈判 还是希望能进 欧盟 进跟美国 为什么 抓到了美国的中将 还是上将 去训练乌克兰的 他就放了 抓到那些 北约进去的那些军团 那些北约军团 他也放 这是中国大陆 有一篇新闻评论 我倒听到 觉得值得找参考 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他说明为什么 当 这个梅罗杰夫 是不是 普丁的副手 他们俄国的 什么什么党的 他们的总统 还是他们的党主席 的这个梅罗杰夫吧 就那个年轻的 普丁的 伙伴 心腹 不是亲自 跑了中国大陆一趟吗 然后出来之后 当中国大陆 他现在没有宣布 可是他们宣布 他们跟 他们是去跟 中国大陆谈 希望把六百 七十六公分 七十六公里的 六百七十六 七十六万公里的 东边 西伯利亚东边的土地 让中国去开 那普丁接着说 会跟直接跟习近平 视讯通话 跟中国到现在都 口风很紧 没有做任何的表示 然后只是提出 比较笼统的说 觉得 恶国不能放弃 自己成为能源大国的 所以他认为 应该在农业上 农业的能源上 加强什么什么什么 只说这个 那个视频就说 新闻评论就说 为什么大陆到今天 坚持 不直接援助俄国 就因为这个 他们始终留着一首 希望跟 欧洲跟 美国和好的可能性 他说 一旦中国真的 加入 而被说 你原恶 那么整个欧洲 跟美国的报复 集中在中国 同时他们去 跟俄国谈判 他们可以 马上改善关系 所以一切都在 不清楚中 尤其是俄国人的 这个心理没有变得 还 仍然希望自己 是一个白人 在大战略上 一步都不敢错 所以这是一个 文化心理的问题 我们今天读中国书 是来懂得 文化心理 更深层的说 是懂得文化心理 各民族的文化心理 我们这堂课 没办法 把那个 西方的文化 材料拿来 提供给大家看 大家要去看 大家要去看 大约看了以后 我们在今天 有这个基本上的文化观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有的这一切 以及历代来的战争 其实背后都是一个 文化价值观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说过 犹太人 从远古时代 三四千年前 从 有西方的 记录 中东的记录 从阿卡德人 等等一路下来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 王国 王族的 历史经验 以至于到了三千年前 摩西集结了他们 剩余的 犹太人 从埃及逃出来 然后选择耶和华 作为他们的上帝 然后团结在底下 设计出这一套 你绝对的宗教信仰 维持 犹太人不灭 那我也建议大家 不妨去看一部 好看的电影 屋顶上的提琴手 很简单 你就可以看到 犹太人的心理 虽然不是这么恐惧 但是他们表达了 当他的第三个女儿 跟俄罗斯人恋爱的时候 他拒绝承认第三个女儿 他完全把她赶出去 他的太太 以及其他的家人 问他为什么 他对着上帝说 我如果答应了他 我将对不起 我们的祖先 对不起未来的犹太人 因为我开放了这样的诫命 那么我们在地球上 基于少数 外族人就将帮我们淹没 我们就将消灭 所以第一个大女儿 自己争取婚姻 OK 因为是犹太人 第二个大女儿 也自己争取婚姻 OK 因为她也是犹太人 第三个跟俄罗斯 虽然那个俄罗斯人 是一个极好的知识分子 也出生极好的家庭 No 你从此不再是我的女儿 我没有生过你 然后禁止她所有的家人 跟她有任何性的联系 那这里就是深沉的恐惧 电影里面很多小的地方 你们去注意 如果维持犹太人 是犹太人 比如他们被撒谎 他们赶出去 他们走的时候 每一家都把整个的屋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说我们要让人们说 这原来是犹太人居住的 这么干净这么好 所以在这方面 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 同时当然也牵涉到 是一个自我生存的问题 自我生存也是生命的活动中 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一个以生命为宇宙的最高价值 其实中庸就是再一次提出宇宙最高的生命价值 再一次确定 从西周的天 到孔子的人 经历了这么几百年 大动荡 到了战国 一切崩溃之后 进入到汉代 一个崭新的时代 他们再确定 华夏民族的最高生命 最高的宇宙价值 就在生命的本身 然后他们提出了成功 如何达成 用重用 重用是它的一个方式 这是重用之所以为重用的原因 这是我的回答 还有问题吗 可以了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讲克兰 大家先洗 如果有要做笔记的 我们第十五章讲完了 第十五章 讲完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对生命的尊重的起点在哪里 如何培养出 人们对生命的尊重 以及把生命当作最高的 宇宙最高的 以及我们的信 人的信仰最高的 价值 西方是上帝 印度是凡天 那么许多到今天还保持 原始的 生活的民族 是天一个笼统的天 或者是 笼罩这个世界的精灵 那么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会有这种心理 因为人有生有死 在所有活着的人 都清楚的可以看见 每个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同时也都一定会产生 一个大灾问 这也是人类共同的 最继续普遍性的问题 也是哲学 也是共同心理 因个体的 因个体的生存 及 世界的存在 那么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 世界怎么来的 这个宇宙怎么来的 消灭 咳 估疗 摇 咳 咳 点 咳 咳 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个问题 宇宙怎么来的 万物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人怎么来的 死后的世界是什么 最后 我是谁 这包含我怎么来的 每一个人 居然来自妈妈爸爸妈妈的肚子 可是还是怎么来的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诺贝尔奖 医生得到的诺贝尔奖 就是生物诺贝尔奖 是好像三个医生 大家一定要去看 世界是在一个巨变当中 除了这次的物理讲是质量子论的话 也就是讲 开始承认这个世界最早构成的不是物质 而是波和力 他们之间的 有些人这是什么 波力像什么论 波力二像 波力二像是哪一个像 方向的像 波力二像 波力二像不再是力而已 在今天之前所有的物理学 一切物质世界的根本就是力 原子分子都是力 哪怕能也是力 哪怕光也是力 因为能打在那个他们物理学所设定的板上 它的反弹是跟粒子的反弹一模一样 连脚45度脚都不滑 光如此能如此 但是现在发觉它只是一个波 而这个波是会变化的 粒子的本源是波 而波本身是要有意识的加入 就做个比喻 当人看它 它就变成人要看的形状 所以这就是释迦莫尼佛所说的 万法为心所造 在近代 在许多物理学走在比较前面的 都认为 哎呀 释迦莫尼佛怎么已经看到了这一层呢 意识的加入 当然这个意识到底是什么 目前物理学还没有讲 可是确实承认 整个宇宙其实是一个波 只是这个波 玻璃两项 二项 二项 纠缠的构成的世界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西方的大改变 在物理学上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西方的文化说不定就从这里开始软化 因为西方的文化基本上是物理学性的 因为他们认定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 他们的高峰 如果就理论的高峰就是到牛顿 那还有一个今年诺贝尔奖的医生 在生物学上 他说人本身的一切发展不是来源于 单纯来源于DNA 我们都认为是DNA的遗传 他说DNA当我们的父母结合 然后形成了我们的基本DNA之后就有意识的加入 这个跟佛教也非常的像 就有意识的加入 就形成某种意识层 当形成某种意识层以后 它就影响DNA自身的结构与变化 然后如此沉沉沉沉沉沉的在十月怀胎中 逐渐形成个体 所以传统中国所谈的意识 我们今天可以再用现在性重新看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我们的课是哲学 因为哲学是可以跟着于时俱进的 我有一个学生非常的好 现在也在讲课 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的论文的导师是张太炎的 第四代 然后在他博士论文写完口试之后 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被誉为台大20年来最好的论文 最具有创建性论文 所以他要他发誓 这一辈子绝对不会离开张太炎 古文家 他是古文金家 古文金家在规范 每一次都得有出处 绝不可以自己做任何注解 他也是我的学生 但是他现在就会觉得也受我的影响 但是他老觉得 因为他答应了他的那个老师 所以他是一个很守信诺的人 所以他很守信诺 所以他常常觉得我太野了 你看我现在又把玻璃二项论 又把这个什么 这个DNA的意识论 都加入了 老师 是 那他现实人类的那些 遗传的人都能够来 是 是 是 很好 你站出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不要只讲给我听 不是 你就站出来跟大家说说 我没有这种写的比较好 这种写的比较好 还要用写 你要用写的 请请请 但是 那样并不是坏 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古文金家的要求并不坏 这样子的话有本有据 然而 我之所以强调我是哲学 也就是 站在哲学的立场 于时俱进 不然经典就死了 而经典本身的活性 就在 于时俱进的活性 他才会用这样子的 宽泛的文字 来做记录 来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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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是玲珑宝塔雕空了 你随时可以安放进去 你随时可以安放进去 这么优秀 还是流浪教学 因为他的论文 不够 所以台大也不会把它聘回去 他的论文为什么不够 因为他每一个都要自尊俱着的事 什么意思你要来解释啊 就是 那张来这里 就是目前多数人认为 人类总是有自人的一种 他过去还有其他的 那在过去 在2020 2020以前 大家都认为 过了整个人类的其他的重点 所以在神物学上 他已经成立灭屈 所以不会存在心灭屈的效果 但2022年 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 在欧洲那边有一支 叫尼亚克塔零 有点的内心的影响 尼亚克塔零 基因的部分 是有不在面前的人类的影响 不是现现实的事情 那实际上 也已经有多多其他的 都好变得来 那些人也已经有比例了 所以 在我这个研究看来 科 我们过去 总认为 已经灭亡的一些 像做二搜索的 一搜索的 一搜索的 身上 或是一搜索的 模式在手上 那这一组研究 是有什么样的 他在报告很科学 没有我野气 所以科学是 古文金家 所以胡适之认为 考据学是中国唯一 合乎西方科学的学问 所以中国的学问只有 考据 先不管这个 而重要的是不止这个 然后他们发掘了DNA 之所以 会 之所以形成 具有意识性 所以你再去发掘 好吗 那我们想下课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大家休息好了吗 我们再请余先生 特别来强调 刚才需要补充的部分 有关量子力学 因为2022年 若贝尔布里奖 奥克北的量子力学的研究 那么他主要就是在确定一点 就是说 西方物理学始终 强调的 这个 这个历史性 一直到 牛顿 就是 发展到极致 他的时空 都由 他的 地址的 这个 线性的 逻辑 所建构 这样一个 线性的时空 这可以说已经到景点 所以说 爱因斯坦 的相对 虽然说 把这个相对的 的原因 加以 打开了 并不是那样子的 这个线性 而是 有这种 曲线的 扭曲的 时空扭曲的情形 虽然说 爱因斯坦 已经 有了 这样子的 对牛顿有了这样子的 调整 可是基本上 爱因斯坦 他还是 是 在 例子性的 这个 前提之下 那 这一周到 量子力学出来 那有了 很大的争论 就是说 这个 各本 各本他跟协派 的这个 波尔 他跟 爱因斯坦 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争论 波尔提出了 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这个现象 所谓量子纠缠 就是说 有 有 有两个 相 相 相对的量子 他是 他们两个是匹配的 是成对的 这个 这个 A量 跟B量 之间有一种 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 比如说 A是 向上旋转 这个旋转 不是我们所讲的 那个 那个 转圈圈的旋转 它是一种属性 我们姑且这样理解 它不是真的在旋转 而是A 它有一种向上旋转的属性 我们姑且这样说 那B 它 就是向下 可是 当A是向下的时候 那B就是向上 所以说 这两个例子 是有这种 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 当A跟B 不管距离多远 只要A A 的这个属性 确定了 B的属性 同时就确定了 不管它距离多远 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月球 或者是在火星 不管 那如果A的属性改变了 B的属性同时就改变了 那这种纠缠性 那这种纠缠性 安逸自然说 不可能 它们两个距离那么远 一个改变 另外一个同时改变 那它们 这个改变 这个信息的传递 就会超过光速 可是宇宙 的规律是 不能超过光速 不可能存在超过光速 所以爱因斯坦就 对福尔的那种纠缠 有了质疑 就说 这种纠缠 中间一定有一个 变量 这个变量 只是它是隐性的 隐性的 我们抓不到它 但是它是存在着 这样一个变量 这种变量是物理性的 也就是说 也还是粒子性 爱因斯坦 直移是这样的 那么福尔跟爱因斯坦 这个世纪的大辩论 从此就展开了 以至于到后来 也有将近一百年了 那么 这次洛贝尔讲 给了三个科学家 他们所做的实验 证明了 这个隐性的变量 是不存在的 不成立 因为这个隐性的变量 它牵涉到一个叫做 贝尔不等式 这个贝尔不等式 并不成立 也就是说这个隐性变量 不存在 隐性非常不存在 隐性非常不存在 也就是 这样子纠缠 它这个 这两 A跟B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它不是一种物理性的 相互牵动的这种机制 而是 一种 非实在性的 的关系 而不再是实在性的关系 实在性的关系就是粒子性 它现在打破了粒子性 变成非实在性 也就是说 A跟B的这种关联性 你A跟B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 整体 那A跟B就是整体的 同一回事 所以A变了 B就跟着变 B就变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种 非实在性的展开 以及实在性的打破 这是这三个量子物理学家的贡献 那么 诺贝尔 给他们讲就是肯定他了 这是在西方主流的物理学上面 第一次 正面的肯定 至于说 这个非实在性 他可能 表现的 波 因为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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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它那种波力二相镜 它表现出来的 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 这个 就是说光通过 霞 霞 有两道霞 霞后 这个光 风过霞后 后面有一个屏幕 屏幕上会照说 如果是粒子性的话 它会呈现两道光斑 可是 当你没有去观测它的时候 它现在呢 临岸相间的 很多道 这就是一种干涉 干涉的条纹 那这是 波动静 它就不再是粒子性 可是你去观测它的时候 它就回复了两道光斑 就表现出粒子性 所以说是有 有波力二相性 那么现在 这种波力二相性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以及后来的证实 呈现出 这个非磁带性 这个门打开 至于说 牛顿的那个粒子性 这种实在性 已经被打破 这是一个 画实在的 可以说是画实在的结论 至于说 这个 结论确定了之后 开始往这个非磁带上面走 去进一步去发展 去探索 你那个非磁带到底是什么 是波 还是 能 还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可能也有意识 但是这个都还 还需要再进一步去探索 总之 那个实在的那个门 饶不可破的那个门 已经打破了 就是这次物理学校 他的这个画实在的 这个意义 以上补充 谢谢 大家有没有问 一样问 这个实在 什么是实在 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名词 来自西方也是一个 西方哲学上的名词 如果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具体物质性的存在 具体 然后物质性存在 这叫做实在 传统中国在老子 在庄子老子之后 道家跟鲁家的不同 就在于它扩大了人的存在性 鲁家强调人的存在性 人的实在性 或者是实存性 我们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可是庄子老子 道家提供到 人的实在性 实存性 其实有其虚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读到 鬼神 中庸理论来提 鬼神对于人之身的贡献是极大的 那鬼神是无形无相 它并不是在提倡神秘性 它是在告诉你 这种无形无相的非实在性 是我们存在的凭借之一 非常地重要 而不是单纯只有我们 具体地活着的 那么如此老子更进一步地提出了 无与有 无就是非实在性 有就是实在性 那么开展出 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就是从玻璃 纠缠 这是我乱讲的 我拿进来讲 玻璃纠缠 现实的人生 就是一个虚与实 相融合 相互渗透而发展 我刚才呛到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老师 刚才提到那个DNA 那我在想 胎教有没有影响到这个 这一个小孕额的意识 因为我们常常在提到 胎教很重要 那是不是这个母体会 也会影响这个小孕额的意识 会影响但不是决定 我们不拿这个 我们现在先要离开这个 最近诺贝尔讲的这些理论 不然我们扯太多的话 等于有点胡扯了 其实胎教具体的说 是母亲身体中的循环 是母亲身体中的循环 心理情绪神经系统 影响这个循环 而这个循环影响孩子的成长 这是存在的 这是存在的 所以有的孩子天生的出来 他会恐惧 那么如果我们追溯 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 很可能心中是有恐惧的 所以他是有影响的 那西方原来绝对不承认太教 那中国自古 从汉就讲到就强调太教 所以这也就是 传统中国的哲学思想 强调非实在性 也构成了人的身资力量 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 是成为人生存的凭借和力量 非实在性 也是构成人存在的 一个身之力量 这是传统中国的说法 所以我们就来看 今天的第16章 正好就讲鬼神了 那么我们第15章很重要的就是讲 刚才所说的 胎教 为什么中国人重视胎教 中国人认为人的身体 母亲的身体 基本上是影响胎儿的 影响胎儿的成长 也影响胎儿的神经植树 精神植树 神经植树 那么一个快乐的家庭 是构成一个正向人格者 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一个正向人格 所以一个正向的人格 众多的正向人格 或者不正向人格 就决定一个社会 所以一个快乐的家庭 是构成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稳定力量 而一个社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稳定力量 而一个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稳定力量 那么也因此 他回归到第十五章 他回归到第十五章 正向人格的一个最基本的起步 而家庭中最重要的 就在快乐 就在家人相处的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在谈这个 人的存在的非实在性 其实快乐也是非实在性 快乐也是非实在性 所以第二点的非实在性 只曰 鬼神之为德 鬼神 鬼是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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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曰 beğ 人屈 şek 就降回 神 鬼是先祖 快乐也帮把架走 而有身之力者 无形无相而有身之力者 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到 可是他对于生命的发展 是有推动力的 他是有推动力 他是有推动力 所以鬼神者 是有推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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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北宋 这两位这两位 这个陈子就是陈一陈昊 陈昊陈一兄弟 陈昊是哥哥 陈一是弟弟 那为什么写的手 doen 那为什么写过他建立宗 然后他rozverb也 être这一种写家 跟自己的文化 全部融合说出来,然后写成著作 我们无法分谁是谁 然后古人自古就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思想 和其两人的思想代表了这个成派的思想 就有点像西方的布拉图 西方的苏格拉底到底说的什么 其实没人知道,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著作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靠他的学生布拉图说 那么现在到底是布拉图说的还是苏格拉底说的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 那当然有的时候在说的时候,说西方哲学的时候 把布拉图说的这是苏格拉底说的 我们就拿出来说这是苏格拉底说的 可是很多的学者们的研究觉得不竟然都是苏格拉底说 因为布拉图很可能是布拉图 因为从思想的发展来讲 在苏格拉底的时候到布拉图的时候 那个思想的那个眼镜跟抽象的高度会有一点点不同 那么他说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极言 他说鬼神者就是天地之功用 其实整个天地的发展 功用就是整个天地的发展 整个天地的发展 造化功用 发展的功能和效用 整个天地的发展功能与效用 以及在发展变化和创造中 在发展变化和创造中间所留下的 所留下的痕迹 那么全是鬼神所展现的功能 全是鬼神所展现的功能 如果按照汉代的思想 所谓的鬼神都是讲先祖 他用这个作为一个具体的例证 鬼者归也人是一个鬼 万之祖先 而神者有疑爱 敌德 在人者 约神 这个叫做神 这是汉代的解释 那么你我都是先人们造化之机 都是先人们的造化之机 以至于我们的文明和文化 也都是先人们的造化之机 而先人们又都不在 以至于整个宇宙 以至于整个的宇宙 包括天地之构成 万物之创生 之生 其生之本 或生之源 或者是生之源 或者是生之本 都是构成的这个世界 都是构成的这个世界 之所以为这个世界 能存在的原因 以及能走向未来的原因 所以说 陈浩陈一说 他是天地之功庸 这讲宇宙 然后是一切创造发展变化的各种状态 这个机翼也可以做状态讲 那么张子就是张子 他也是北宋一个精彩的大哲学家 他说鬼神者 二气之良能 二气就是指阴阳 也就是道家及阴阳家 道家及阴阳家 认为整个的宇宙就是一气而 就是一气 这个气 这个气如果用刚才的量子力学来讲 本身就具有玻璃二相 它本身就具有玻璃二相 所以它既是无形无形 同时 它又可以创生化为具体物质 所以一切从无开始 然而无不是真能有美 而婴儿可以从无化有 那么是阴阳二气 在这样的一个一气中 分出了阴阳二气 因是凝聚 凝聚力完成力 是凝聚力完成力 那么阳呢 阳呢 阳是开张力 是凝聚力 创造力 先天能量 宇宙的先天能量 宇宙的先天能量 所以 是属于阴之灵 注意用一个灵字 妙不可言的能量 妙不可言 变化无端的能量 神者 阳之灵也 这就是同样的 是开张创造变化 妙不可言的能量 所以 一气也 将阴阳二气合起来 原来在没有分开前 它是混而为一的 从他们混而为一 天地一气 从这里来谈 则字而生 则字而生 字而生 它到了 这个字 到了 这个刹那间到了 哇 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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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这个生就是开张 开张开张起来 啊走向创造 这就是神 所以神是不可创造的发展 妙不可言的发展与创造 反而规则 在这个发展到最后回归到无 回归到无这个归反 发展到最后得反回来 然后最后归下 到无的我们称之为归 因之灵念 其实就就是这一期的 变化与发展 那么天地万物 宇宙人生 就在这鬼神之德中 德是阴阳二气之 的一种行动力量 哪阴阳二气 有利于身之行动力量 所以鬼神之为德 所以这句话的翻译 我们先祖们 人类的先祖们 如同阴阳二气 在创造 发展 于变化中 有利于身 有利于身 行动力量 我对 我对 有利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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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高兴 对 这一种行动力量 我对 一种行动力量 也认为 有利于身体 也认为 我对 终身正好响 大家继续写 我们就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说 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刚才我们说到了 孔子说 鬼神之为德 这种先祖以至于道 整个宇宙创造之本源 以及天地万物之成形的依据 这种无形无相的身之行动力 其圣意 它是影响人类自聚的 这个圣就是圣党 其就是他们 他们别看它无形无相 它影响这个世界 以至于人类 是极其巨大 虽然是自然佛见 他们超乎于人类 存在的感官知觉 所以人类不能用自己的感官知觉 去论断这些事物 在不在 有价值没价值 有用没用 这句话就是把庄子的思想 老子的思想都含舍进来 这种生命的能量 促成生命 发展 成形 以至于被创造的能量 是人类 存在的 感觉 知觉中 透过眼睛 看不到 透过耳朵听 看不到 听不到 透过人的感官知觉 是无法认知的 下面这一段 体悟而不可以 特别因为用一个体字 请大家注意 这是谈心理的 得透过人的心理 对于天地万物的体会 而可以看到 这种无形的力量 无形的身子力量 注意 无形的身子力量 在宇宙天地间 没有任何的遗隆 以至于这个力量 使的就是让 让天下之人 有了自然的宗教性的崇拜 感谢 感谢这世界的完成 使人们 灾民 灾界 这个灾世 灾界 让自己 思想清明 心理洁净 身体洁净 穿上礼服 圣服就是礼服 重大的礼服 慎重的礼服 以臣即是 用来 以是用来 臣是封臣 用来 供奉 先祖 天地 并加以 祭祀 他把 传统的祭祀 所以今天的祭祀 只拜祖先 这就是 钱先生也好 应顺法师也好 他们之所以 一生投身 在整理 所有的典籍 就是说 今天的人们 因为时代的变迁 沉沦了 像佛教 只成了一个迷信 原有的 高原的佛教的 把人的大智慧提升的 那样的一种能量 削减了 只剩下念阿弥陀佛 只剩下要大家捐钱 所以应顺法师 他一辈子不去主持任何庙语 他就做了一辈子的大藏经的研究 然后写了 等生的著作 他自己说 大藏经 靠入烟海 今天的人们 在时代的变迁中 没有办法再进到那里面去 可是中国从明末 佛教就沉沦了 就变成了一个伸手将 伸手要签了 那么将来 就沦落到一般迷信中 然后就将消失了 可是佛教的大智慧 可不得了 所以他这一生 就是投身到大藏经的研究中 然后整理出 关键性的大智慧的 重要的资料 好让有心人读 或者期待有一天 可以让佛教 从思想中再起 这是应顺老和尚跟我们讲的 这是大慈悲心啊 这是大菩萨行啊 这是大菩萨啊 这是法式啊 钱先生也一样 他之所以整理 拼命地写 拼命地整理 也就是让我们今天 进入到经典中 然后看到经典中 精彩的部分 帮忙我们对先祖的祭祀 不只是对先祖的祭祀 所以为什么天子要祭天 要祭地 而我们一般拼命 在家设神堂 在家设神堂祭祖先 其实也是祭天地 所以我们有天地军情寺 原先的老的家 天地军情寺写在一张纸上 贴在后面 祖先的牌位在前面 每年换 关年了 换一张新的 那么天地军军丝 天地 万物之本 军人群之本 军是社会 大家要注意 社会 人群之本 大家在社会中才能活下去 亲父母 就是每个人 个人之本 吃 一个思想之本 一个再生的思想之本 一个新的我诞生的根源 这是荀子提出的 此后就一路败到 现在没有了 我客家人多半还有 客家人多半还有 大陆的客家 我去过了福建到江西这一带的客家 山里面的这些客家 家家户户 一进去就是 一个祭台 然后天地军心寺 有的有拜祖先的牌位 有的没有 我大吃一惊 我就问他们 哎呀你们没有经过文革啊 文革没有到你们这里来 他说有 我说文革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没有被破坏呢 他说没有 文革过了我们就贴起来了 反正写在一张纸上 拿掉就行嘛 可是这是我们的传统啊 不可灭 作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来源 他说怎么还是人呢 所以灾民圣福 灾戒 就连饮食都变了 戒 哪些事不能做 灾戒 然后让自己头脑清明 身体清明 心理清明 穿上礼服 以成祭祀 来承担起 对于天地主先的祭祀 天地鬼神的祭祀 当我们真的进入到千层之中 注意这里 你们要架上去 当我们宁神专注 进入到祭祀中去 当我们的心神 能够专注 然后浅诚地 去感谢祖先 进入到祭祀中去 洋洋 洋洋苦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我们就自然会感受到 这一个宇宙深层之 但宇宇宙深层之源 飘浮在我们的头上 这个上指头上 如在其左右 其是自己 就如同在我们左右流动 在我们的身体的左右 在我们的身体的左右流动 所以丝经 这个丝经是大雅 这一段是处于异片 丝经大雅异片 神之格式 这个宇宙天地万物的创造力 创造不可预测的神力 不可预测的力量 来世降临 格式降临 就是来格 当他来到的时候 不可度 不可度式 当我们感受到 他的来临 我们的心智 是只可感受 而不是理性的认知 度是测度 测度做理性的认知讲 无法测度 无法测度他 感受到他 只能感受到他 无法用我们的感官知觉 去测度他 身 身是怎么可以 作为一个人 这里要讲 作为一个人 怎么可以 去厌倦呢 每一个诗都是以为助词 如同这个西字 如同这个西字 这个仪师 这个色 作以义字讲 第四神 就是厌倦 作为一个人的 怎么可以 去厌倦 天地间的创造的力量呢 怎么可以厌倦 这一个天地间 创造的力量 福 结论 福是发语词 没有意义 通常做结论的时候 常用 微之险 万物 天地万物 有隐微 这个微是隐微 从隐微 到显著 从隐微 到显著 在天地间的 万物 这个宇宙 从整体的宇宙 从隐微 到显著 成 它一切的展现 这个宇宙 从隐微 到显著 的一切展现 这个宇宙 不信任 这个宇宙 内地感 极观物之展现 称主义都是最真实的 都是最真实的 无论存在 非全战 实战 非实战 都是最真实的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构成 是最真实的 正好跟佛教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 他的宇宙观 他的世界观 他的天地观 他的人世间观就都不同了 佛教是一切皆空 一切皆空 空是不确定 空是聚散 消失 而不确定的 一切都因缘 一切都因缘合合 所以他只是一个 凑合 所有的事物的呈现 一切实在 也就是凑合 佛教的 佛教没有西方的哲学 或者科学中所说的 那个实在论 那个最真实 一切都是最真实的存在 物质 最真实的物质存在 非最真实的物质存在 就不存在 这是西方的 佛教是 no 任何最真实的物质存在 最坚固的物质存在 都只是因缘合合 它是空的 它是变化的 它是聚散的 那在中国这里 不论存在 非存在 不论实在 非实在 哪怕是空 都是成 一个层子的展现 不是一个层子的展现 就是真实 就是真实物质 就有它的价值 就有其价值 就有其 就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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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方的上帝论 西方上帝论 或凡上帝论者 反正上帝论者不同 意味上帝论者 只有上帝有其意义与价值 其他都没有价值 其他也都不珍惜 也因此都没有意义 可是他又从这里 在上帝的对立面 呈现出一个魔鬼 以至于魔鬼也就有了其价值 其意义 可是在中国来讲 魔鬼本身是负面价值 是无意义者 何以过 因为他只是上帝的投影 其非真实 没有上帝 没有魔鬼 非真实 据用庄子的话 明者时之兵也 他只是单纯的一个名词 因上帝而产生的名词 而名词是既存于真实 所以这个中庸很特别 所以这个中庸很特别 整个宇宙 不论还多么无限 就是一个真实 就是一个诚字 一切在他之下 有其产生 都具有其真实与价值 不论存在 不论非存在 不论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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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实在 尘子不可厌 这个厌 是遮盖 是无可遮盖 是无可遮盖 鬼神之德 如此夫 就是这样 那么这说明 回扣前面 说明道 而鬼神之德 就是道 换句话说 道无所不在 因此可离 非道 也因此得尊道而行 它是自然的规律 有没有用问题要讨论 其余有问题要讨论 其余有问题要讨论 提出来 你能不能够到这边来脱掉口罩 我听不懂 什么性 冲动 抽象 抽象也是真实 冲撞性 冲撞也是真实 那怎么样呢 所以中国人说 在那个阴阳家的说法中 在整个天地的创造中 有创造有毁灭 而毁灭是为了创更大的创造 而发展的 对呀 他不是认为是坏事 就像人有生有死 没有死的话 未来的人会 会能活在哪里呢 所以死亡是生命本身的完成 庄子就这么说 儒家也这么说 死亡是生命的完成 没有死亡的生 不是完整的生 它是半生 它只有一半 所以古人并不怕死亡 现代人才怕死亡 后来的人才怕死亡 什么不吉利呀 什么 原先 在明耐之前都没有 但我没有真正地去研究 整个清代武的这些问题 这些通俗性思想问题 这是属于通俗性思想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贵州啊 广西啊 云南啊 甚至于北方沿阳 那些乡村里 老人到了三十岁以后 就准备好棺材 然后自己每天去骑一遍 棺材就放在厅堂 或者放在自己的卧室 这怎么会去怕死呢 所以现在中央研究院 那些社会研究学家 老说中国人怕死 对死是一种忌讳 西方人的基督教 他不怕死 所以他们如何如何 这是看到一时的现象 而不是真实 那贵州到县展 贵州云南他们到县展 广西到县展 他们还是按照这样子的风俗 为自己准备棺材 我很早去北平 到北京 然后去玩那个什么市 是唐志士 唐志士 还有一个市 就是那个普新鱼 小的时候 被送到那里去 他们被赶出宫啊 整个清代没落以后 他就被送到那个庙里去住了几年 那个庙的墙上还有他的画 他开始在那里专心学画 跟那边的和尚学写字 所以有人分析普新鱼的字 会向右 就是向右走 就是因为和尚教他的时候 和尚都是宽宽大戏王 就拿着这么写 所以他字会向右上 往右上飘 所以普新鱼有那个 因为普新鱼穿长袍嘛 也都是这样写 他的 在家里当然有学 可是真正开始学书法学写画画 是在那个大庙 那个大庙元朝就有 所以说那个大庙比北京城建的还早 一个老庙 他们有一排厢房 四五间这么多 里面通通都放棺材 和尚陪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 他说这有什么好怕 这不就是 这就是人生啊 那当然佛教是没什么好怕的了 一切皆空嘛 可是从这里 然后看贵州云南等等这些地方 还有江西 乡下 安徽乡下 都是自己准备自己的棺材 到现在还是 城市当然不方便 住公寓大楼 可是你乡下的农村都这样 还是这样 所以神兽我们觉得死亡是一种忌讳 然后将到白色 哎呀这是白色 变成一种不吉利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要研究通俗性的这个社会思想 A请 老师可以请教一教 为什么这个十六章 就是忽然把鬼神拉进来 就是要叫孔子代 就是听鬼神 然后就是觉得说 而且后面讲 其实他是讲道 其实这边最后也是说 这个其实是在讲一个道的部分 像四肢而食 眼睛之而食文 这有点像道家 老师也是有说嘛 就是 就是比较又把道教道家的东西有拉进来 似乎是在讲其实是一个道的一个选线 是啊 那既然如此 那他为什么能讲鬼神 或者是讲说天地之得其圣以处理 他要从人本出发 还回到人本上 人本从鬼神出发 中庸是接受整个儒家 阴阳家 他整个的思想之后 回归到 古家 然后以人为主体 再出发 归本于人 再出发 所以他用鬼神 而他的鬼神的重点 是在鬼神对生命的影响 而不是 虚虚渺渺的 神秘的鬼神 所以你不能够很刻板的怀疑他 而要了解到他的容惯性 不能用西方的逻辑 或者现代人的受逻辑的影响 西方逻辑的影响 儒家 孔子说的不可以怪力乱神 怎么就这里就怪力乱神了呢 不能 而要知道 儒家不言怪力乱神 他这一个 以道 最后以道涵盖 基本上同样的 没有把他神秘化 就是没有与怪力乱神 那也就这一句 可以说明 他是把整个当时的 珠子白家 特别是道家的思想 营养家的思想 完全吸收 归本于乳 我怕朋友们 不断地从纯粹乳家出发 所以我都不太替乳 因为我们现在受新文化运动 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 有老师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给我们的太多刻板印象了 所以胡适之是该打屁股的 就整体社会 就整体国家的发展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到了第十七 它都有连贯性 前面谈人 突然到了第十六 然后从人高出去 谈鬼神 谈天地 谈法 非常精彩 它的这个用笔 如果站在文章的用笔上 接着再回过头来 从顺的大笑谈起 回接到第十五张 和乐 人一人最大的快乐 是家庭的和乐 家庭和乐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笑 而笑是什么 而笑是什么 是顺 是顺 意思是什么 是继 对 笑是继 人可以有继 而何以提下 以为人最重要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 笑是天生的吗 站在生物悬 不是 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最大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展现 是 对 嗯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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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生命觉醒 生命觉醒就是对生命有所认识 对生命有所认识 不是本能的活着 是对生命有所认识 回看于自身生命 然后回头看自己活着这件事 然后肯定于自身生命的价值 活得真好 活着真好 或者活着真好 确定自身生命之意义 所以希望只确定自己的人权 个体的人权 那不是根本的 有人权 不代表生命有异于价值 不代表个体的生命有异于价值 所以我们的社会学家 法律学家该死 要深入来思考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特殊的时代 他们完全不用心思 他们太懒惰 然后他们太依附于西方 然后以西方为绝对的真理 他这是没有生命的觉醒 而打从心里 透过情感 以肯定父母之身 肯定爸爸妈妈 孙我们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敬而肯定先祖之身 之身生之得 因为我们都是 哈哈哈哈 上千年来几千年来 如果今天我们的纪医生所说的 诺贝尔讲的是 肯定到几万年前 李安德塔人 我们都这样子 甚至于北京猿人 哇我们这样子 一路下来 之身生之得 而来自心理意识 情感意识 然后 集具体用感恩之情 回馈父母之行 此之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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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相 只有人才有 动物生物没有 相 是人与动物的 分解 人应有相 人化出的 人化出的 该成的 动物的 人化出的 该成的 动物的 是人化出的 人化出的 人化出的 在那里的 国家中 像當初的時候有些偏差 但是我們就總體而言 中國人中華民族自古提倡效果 其一 是對生命的尊重 病相為人類 文明感 指標 以人為人類的指標 確定 並因此 確定 活著 增長 好 好 我這 即是 價值 價值及意義的基本根由 寫基本根由就是有的人活著就多到暗間了 所以是基本根由 所以到了第十七章回到順 這是儒家 這裡不得不提儒家了 這是儒家作為人文明起點的一件事 一個行為 然後舉順為歷史中的例子 我們二月上兩次 下面因為接著就是靠過年 所以放寒假了 所以就不上課 今天因為時間就講到這邊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要討論 趕快喔 就是過年就這麼短時間了 這片刻喔 沒有我們就寒假了 沒有啦 好寒假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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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